日本在上周一时隔30多年重启商业补金 那么在上周四呢 首批金肉就已经上市了 日本消费者反应究竟怎么样啊 在一片正义声当中重启商业补金的日本 又将会面临着何种局面呢 就相关的话题 马上我们就来连线在东京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胡怡胜 怡胜你好 来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时间交给你 好的 张燕 上周四呢 日本恢复商业补金后的首批金肉 在北海道串路式的渔市上市 金肉来自于在重启商业补金的第一天 最先被捕获的两头小虚金 那当天呢 首批金肉的交易价格在每公斤2300到3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145到190元 于2018年秋季来自科学调查补金的金肉 市场价格几乎持平 同样是在上周四呢 日本河戈山县 工程县等地的鱼市场 还进行了鲸肉拍卖 鲸肉根据部位不同 价格也有差异 仙台市的市场上呢 还出现了标价每公斤 约合人民币1000元的鲸肉部位 鱼市的相关人员也表示啊 由于商业补金允许在船上进行前期处理 这批鲸肉在味道上呢 会明显优于以往来自科学调查补金的鲸肉 一些店家呢也表示啊 当天有部分顾客专为购买鲸肉而来 在上市前呢也有顾客提前预定 鲸肉呢曾经是日本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啊 在上世纪60年代最高峰时年消费量达到了23万吨 此后呢随着饮食选择的多样化 目前是减少到了每年5000吨左右 仅占全国肉类消费的大概0.1% 可以说鲸肉是已经逐渐退出了大众的餐桌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在家里处理和烹饪 那所以呢鲸肉在日本国内的需求前景也显然并不明朗 重启商业补金的必要性在日本国内也遭受着质疑 那与此同时呢国际社会上一直就有反对日本补金的声音 那么此次日本执意重启商业补金也是遭受了多方批评 日本政府对此回应称呢为了防止过度补金 到今年12月底啊商业补金配额总上限为227头 其中小虚金52头布什金150头塞金25头 但是这三种金其实都属于华盛顿公约 兵临灭绝危机附录中所列的物种 其中塞金呢更是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 列为宾威物种 2019年度日本政府为补金预留了约合人民币3.2亿元的预算 重启商业补金的背后呢其实也包含着日本 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上的多重考量 日本补金相关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 仅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补金船就有仅千艘 而来自传统补金地区的自民党议员等 恢复商业补金的呼声也较高 那这也构成了安倍政府最终做出决断的背景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东京带来的观察 主持人 好 谢谢医生为我们带来的报道